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香港時間今天的清晨時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去到位於加州的尼克遜總統圖書館那樹 進行了一場有關於美中關係的主題演講 這場主題演講的重要之處 在於美國宣示了對華政策的最新立場 蓬佩奧在演講內呼籲中國人民要改變中國共產黨 並且敦促志同道合的國家要一致向中共施加壓力 實情為何會選子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那樹發表演講 原來當中也有玄機 這次蓬佩奧的演講標題就是 《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 演講當中強調中國對於美國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威脅 蓬佩奧說在1972年的時候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華 去到明年將會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50周年 尼克遜當年曾經憂慮過為中國打開這道世界之門 有可能會導致中國變成一頭無法控制的科學怪人 蓬佩奧就說 如今這個預言已經成真了 蓬佩奧就認為 大家都曾經希望中國在進入國際社會以後 可以增加各方的合作 以及遵守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但是北京方面沒有兌現相關的諾言 反而對於美國的經濟、自由和全球未來的自由民主都構成了威脅 蓬佩奧說 以往盲目和中國交往的模式已經徹底失敗 他還強調 中國對於美國的依賴是大於美國對中國的需求 其實在這段演講當中 蓬佩奧已經解釋了為何要在選址上進行相關的演講 正正指控當年尼克遜總統為中國打開這道世界之門 究竟你中國得到好處有沒有兌現相關的承諾 遠的都沒有說了 只是在說2000年的時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當時答應了世界社會很多事情 只是舉幾個重要的 包括開放中國市場 到底現在中國做了多少 似乎很多方面都做不到 甚至乎還弄出網絡長城 根本上其他科網公司沒有辦法打入中國市場 第二個又說要尊重知識產權 但是杜磅在大陸至今仍然非常猖獗 而且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 中國的法律法規到底是否跟得上呢 而且在各級法院的判斷當中 有些被雙標侵權 究竟是怎樣判呢 有很多案例都令人提笑皆非 本來在外國已經註冊了著名雙標 去到中國有些中國商人搶先一部註冊 竟然判那個人勝訴也有 而且上述所舉的例子 都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究竟中國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答應了西方社會的承諾 有多少是真真正正地兌現得到的呢 你便宜了便宜了 你便宜了便宜了 然後作出了承諾便不兌現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便宜才行呢 而且在這一場演講當中 蓬佩奧還刻意強調了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分別 而且他還在這一場演講當中 邀請了一些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 例如魏京生和黃丹等等 出席 蓬佩奧繼續說到 說習近平的意識形態 是反映出他渴望在中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 建立全球的霸權 他形容 習近平是破產的集體意識形態的真正信奉者 相比起任何敵人 中共對於中國人民誠實意見的恐懼 是超過對於任何敵人的恐懼 美國也必須接觸中國人民 並且賦予他們力量 實情這一段的演講 我相信他並不是針對中國人民來講 因為中國人民在大陸的網絡長城封鎖下 根本很少人能夠有機會 完整地接觸到蓬佩奧整片的演講 就算看到 也很可能是大陸官媒斬見識來引述 另外 就算中國人民聽到蓬佩奧這番演講 難道他們會投身所謂的反共事業 也是不可能的事 到底這段的講詞對象是誰呢 我相信他就是刻意告訴中共政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要使到 中共政權對於中國人民產生一種不信任 從而使得兩者之間出現分化 這樣就會令到 中共政權在決策的過程當中 出錯的機率上升 我相信他的目的就是這樣做 另外一段 蓬佩奧是講給世界聽的 他怎麼說呢 他說自由世界 必定能夠戰勝這個新興的獨裁政權 他號召有共同民主理念的國家 組成集團去對抗中共 他還說到 今天的中國在國內更加專制 在國外其他地方 對自由更具敵意 如果自由世界不去改變中共 中共將會改變自由世界 實情 他所說的事情 目前你也說 已經是一直在做的 美國在不同的領域 都嘗試對中國進行圍堵 無論在軍事方面 經貿關係方面 或者在科技方面等等 好了 現在這一篇演講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到 其實最重要之處就是 對華政策的一個最重要的宣示 而且這個宣示也是標誌著 美國對華政策出現了一個整體化的傾向 什麼叫整體化傾向呢 其實以往 美國對華關係 一直都分了不同領域 比如說 如果是搞經貿的 他就只是集中講經貿的問題 就不會談及人權狀況 或者是大陸的 民主發展諸如此類 但是當美國的對華政策 出現了所謂整體化的傾向的時候 無論是哪一個領域都好 都要顧慮其他領域方面的因素 比如說 香港問題就已經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說如果是兩三屆之前的美國政府 肯定都不會斷然地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但是現在特朗普今屆的政府就不同了 你對香港問題就不只是考慮金融方面的利益 經貿關係方面的利益 而是考慮到 究竟你中共怎麼來對待香港呢 或者在過去一整年當中 香港是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有一些人道危機 是不是有一些人權的問題呢 所有事情都是一籃子地來考慮 就是有一個整體化的傾向 今次這篇演講 其實就是在宣示這方面的立場 其實到目前為止 美國已經使出了一連串的對華強硬措施 比如說 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制裁相關的新疆官員 又或者在南海的樹進行頻密的軍事演習 乃至最近要求中國關閉駐喉斯頓的領事館等等 實際下一步很多人都在估計 是否會在南海方面出現熱戰的機會 就越來越大 實際我們就要看看 究竟中國會否接招 如果中國是決定 退一退的話 其實這個熱戰就沒有什麼機會出現 而在熱戰的話 其實就是要雙方 都一定要站硬不退才會發生 我們又看看 究竟現在美國 在南海的樹進行軍演 中國有什麼具體的反應 除了批評或者發聲明等等之外 原來最新的消息 中國將會在雷州半島的樹進行實彈的軍演 雷州半島在哪裡 就是位於海南島和廣東省之間的一個位置 那一部分就叫雷州半島 其實都是屬於廣東省的範圍 很近廣東 很近沿海 其實是 在那裡進行軍演 那會不會被人感覺是視人以弱呢 南海就是非常遙遠 這個雷州半島 正如胡錫進所說的家門口 所以究竟中國能夠在南海問題上 堅持到一個什麼程度 強硬到一個什麼程度 是否會去到一個接近熱戰邊緣 我覺得成為疑問 最後想說說美國媒體Political 他們在昨晚刊登了一篇報道 說儘管美國方面提出要求也好 但中國拒絕承諾關閉駐喉斯頓的領事館 在領事館裡的中共官員說 辦公室今天會正常運作 並且會繼續運作到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在這篇報道裡 Political說採訪了中國駐喉斯頓總領事館的領事蔡偉 他說中國正在抗議美國的關閉要求 故此這個領事館會開放到另行通知為止 實情這個決定也挺有趣 若然是屬實的話 因為美國也有很多辦法去應對 當時他叫你關閉你就好像變了一種 被人感覺上是非常賴皮的 實情他都趕你走 你還賴在那裏 所謂賴死不走 沒有意義 好像彷彿變成了中國民間的釘子戶 美國要針對你 很簡單 比如說他節水節電 你已經是烏燈黑火 就算有飲水機的水 你就熬了多少天 又或者美國方面採取一個策略 就叫做只許進不許出 只准你那些領事館的人員出來 又不能夠有些新人進去 你慢慢都是陰桿的 實情為何中國會這麼堅硬 在這個問題上 到底是不是有些文件不能夠燒呢 又或者裡面究竟 是不是有些什麼身份敏感的人士 是未出得到 其實很難免會令人有所聯想和猜疑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